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您今天用绿色的背板是有特别的意思吗 没有啊 绿色背板好像应该要红色吧 被抹红了一阵子了 我想说你用绿背板是特别要像这个 效忠 塔绿斑效忠 没有啦 因为我躲在厕所里 那你要看那个瓷砖吗 厕所的瓷砖也可以 所以是刚好啊 真不好意思 拿一个绿色的把它挡起来 因为绿色蛮适合当那个遮羞部的 是 这两天大家当然很关注 您在美国被通缉的事情 那目前其实要访问您 我们中广还特别发函传真 到了北检跟北院 因为您身份特殊 也不希望在TBS的事情再度发生 那么告知相关的检院单位 今天有这样的一个采访来备查 但是的确 以一个轻罪诽谤罪被通弃 其实台湾是少见的例子 但当然不是没有 但现在在美国 尤盈龙 台湾民意基金会的执政长 他提出来 那之前是在您跟民事一起同时主持 算同事吗 尤盈龙教授他就说了 他建议你干脆回来 选桃园市你一定赢 那这个最新的新闻您怎么看 首先呢 我是说这个 你们要访问我之前 还去跟这个北院报备嘛 那为了这件事情 我还亏了一下你们的这个同事 基本上要澄清两件事 第一 我不是通缉犯 因为我还没有判刑确定 我只是被通缉 是 这第一点 第二点呢 查骗的这个六法全书也好 八法全书也好 没有任何一条规定 通缉犯或者嫌犯 或者死刑犯 或者这个不管什么犯 蛋炒犯都可以上电视 没有一条规定 是规定不可以上电视的 所以我就 稍稍的亏了一下 你们的这个同仁 我说 这叫做自我审查 根本别理他 他就说 哎呀 没有啦 没有啦 我们就为了这个保险起见 没有 其实是NCC NCC有超越法规的规范 这样做也没什么不好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在写历史 是 所以 把这些文件都背齐 我们来看看呢 这些 贪赃亡法的 封印拍马的政府官员 他们能够做什么事 这未必是坏事 因为NCC的审查的机制跟标准呢 比较是所谓的新闻道德伦理 之前好几个个案 之所以TPS之前会有那个状况 所以他们曾经因为有类似 但是当时是真的通气犯 因为他是绑架杀人 勒赎那类的案件 所以 访问的时候就被 相关的委员会认为 有违反新闻纪律道德的问题 他当然跟你的情况不太一样 但是为了这个程序上的起见 还是告知 已做这个司法存证 那就像你讲的 也算是个历史记录了 谈一谈你现在的现况好吗 有到这个美国申请政治庇护了吗 至于尤英龙的建议 你怎么想 首先我还蛮好的 就是上星期呢 去参加了这个美国国家 管学乐团 去看这个我女儿演出 那他是拉这个VIOLA的 中提琴吗 在里面办一个小小小角色 那昨天呢 开了好长的一段车 就看我儿子代表校队 打篮球 那个动作可以比美 Laborne Jets 那就很开心 每天开心 但我现在呢 接下来还有很多大动作 所以慢慢接招 我们现在决定了一周出一道菜 那如果接下来 还有 这是国安局吗 又被民主了吗 对被突袭了 买通了美国电力公司 那刚讲的尤英龙 这是我的学长 那也是我很 也是我很这个 就是我很佩服的一位 民主路上的前辈 那怎么说呢 其实 你看哦 他不是今天 他不是最近才开始 监督民进党 他应该是民进党 非常资深的党员 我不知道他现在退党了没 你知道那个 蔡英文在党内初选 把赖清德做掉的 那个华天下大鸡的那个民调 那个民调公布的时候 全世界只有三个学者出来 轰这件事情 一个呢 就是台大政治系的民调专家 洪永泰教授 另外一个就是尤英龙 第三个人呢 就是我了 所以我很佩服另外两位 就是他们有这个勇气 那个时候我还在民事哦 我每天用这个民进党的御用媒体 炮轰蔡英文 党内初选作弊 因为我交了二十年的民意调查 研究方法 我交了抽样 交了问卷 我把所有的证据谈在阳光下 所以这样的节目不被关掉 也是很奇怪了 好 不过话讲回来 那尤英龙的那篇报道呢 不过我看都是转述啦 他叫我选什么来的 桃园市长 我还以为是 总统 我还以为是里长还是什么的 这样讲哦 那如果我当了桃园市长 我的下场呢 最好 不过就像韩国瑜一样嘛 被抹黑 被栽赃 被网军修理 被捏造事实 被移花揭木 然后被弹劾 被罢免嘛 对不对 我最好的下场大概就这样子 不是吗 好 所以呢 真的要干的话呢 是不是应该来选个 什么联合国秘书长啊 或者是呢 选个美国联邦参议员啊 然后趁蔡同学还没卸任之前呢 赶快去到台湾 然后让蔡同学板凳做三分之一 那我就当着她面说 Presidency 然后蔡同学看着我一脸的歉意 说I have a problem of saying Chinese 这个画面不是更好吗 干嘛要我去走那个 韩市长的 不韩市长的后臣呢 所以没有兴趣从政了 要看做什么咯 要看做什么咯 其实我最想当的 最想当的 最想当的 你知道是什么吗 什么 台北监狱典狱长 负责看管蔡英文 黄伟 刘成武 姚念慈 黄国中 邢太昭 林邦良 而且是要记得 要是那种 下了班可以回家的 不是住在那个台北监狱的 那你会当个虐待他们的典狱长 还是真的会给他好好吃饭的典狱长呢 我会让他 我每天讲笑话给他听 让他每天肚子痛 这也是一个方法 那所以 大家都惊讶 本来我在猜测说 北检提出所谓通气令的要求 基本上院方裁定的机会不高 因为基本上呢 您的情终是可以被掌握的 那律师也可以告诉这个检方 院方您的位置所在 那么同时您也会在公开场所有露面 但终究法院还是裁了 那现在你的音音知道呢 我就很好笑你知道吗 我 我们也收到 我没收到通气书 媒体有报道 可是 也不知道怎么来的 那 我的律师张静去阅卷 因为我们 被这个蔡英文告嘛 所以这个案子停止审判 那停止审判一定要有理由 我们去阅卷 我才拿到了这个台湾台北地方法院通气书啊 这个是可以 我已经把它收入在彭氏祖谱 这是要变成是祖谱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页 那我要把它照得比较好看一点的时候 我要决定把它表起来 表起来放在家里面 那放在大厅的厅堂 作为从此以后的彭家的弟子规 弟子规的守孝什么 守孝性是刺警性啊 犯爱众则亲人 对 好 我要把它当成是这个弟子规 来规劝我的这个子子孙孙 做什么要像什么 当一个媒体人 就要勇于 来 说实话 要勇敢的揭发骗子 要造次必也是 颠沛必也是 要在其太实践 再尽懂不比 这是我对于这件事情的看法 至于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通气书 我就觉得不绝玩耳啊 他这边写那个 什么也没写啊 他这通气书很好笑 啥也不敢写 什么都不敢写 理由什么也不敢写 他就附了一个检察官给的一个 当时的刘成武的一份行 对 那他的这个什么都不敢写 他只写了什么 通气理由写了两个字 叫做逃逆 逃亡藏逆 对 我查了慈海 也查了什么百科 都没有逃逆这个字 有猫逆 我只听过 逃亡猫逆变逆 但是我就是没见过逃逆 后来仔细想一想 说文解字 我把它拆解了一下 哎 等一下今天讯号很不好 是不是 不会啊 因为我只在 讯号蛮好的 讯号今天难得的 非常难得的 对 我现在是在看您脸书上贴的那篇 但那篇是检察官的函 并不是裁定书 因为我这边看起来不是挺好 但不过 这边很好 这边很好 是 好 那就是逃逆嘛 后来我想一想逃逆什么意思呢 他理由说是 刑事作用法84条 他啥也没写哦 他心虚道你知道 你没有看过这样子的通气书 你看他的通气书呢 很好笑哦 审理单防害迷遇哦 上面只写了几个字 他怕你知道 为什么他怕多写字 我都于是告诉我 他多写会被我告 你知道 因为他们第一个 法学素养不好 第二个逻辑不好 一写出来就被我告 告什么呢 告伪造公文书 就公务人员登载不实 他今天如果敢说我什么 什么防害名誉啦 或者是什么东西的 我改天我一定告他登载不实 我哪来的防害名誉啊 我讲的都是实话 我防害谁的名誉啊 好 所以他很怕 现在很怕 他就写说 被告有刑事诉讼法第84条 刑事诉讼法第84条 那刑事诉讼法第84条 这是什么东西呢 被告逃亡或藏匿者得通缉之 那我们就来说文解字 要教一下这个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 教一下什么叫逃亡或藏匿 逃亡的意思是说 他一定是某一个事情的结果 于是这个逃亡呢 有动词的意思 也有形容词的意思 动词就是说他在跑路 所以他是逃亡 他是动词 在英文呢 就是ing 那么逃亡也可以当成一个形容词 就是他是一种状态 所以说我们先来讲逃亡 那如果逃亡是一个动词的话 那必定是因为他要为了被开庭通知 他不愿意开庭而逃亡 但显然不是 行踪不定之类的 我6月9号就离开台湾了 那时候根本没有要开庭啊 所以我离开的这个动词的部分就不成立了 你先别管我是不是逃 我就算是逃 我可能是逃家呀 对不对 可能是老婆骂我我就逃啦 或者是有任何的理由嘛 逃债嘛 或者什么 但都不是啊 因为我6月9号离开台湾来到美国的时候 我根本就没有收到开庭通知嘛 开庭是10月20号的事情 所以何来的逃 所以逃亡的动词就不存在 那第二个逃亡作为一个形容词 我必须逃亡 好 那如果我在逃亡的话 各位可以想一想看 逃亡的人会每天揭露自己的行动吗 不会嘛 每天在做节目 那今天打卡在这儿 明天打卡在那儿 还主动提供自己的地址 讲到这个地址待会我们再聊聊啊 我提供了地址 那法官不相信 法官不相信是凭什么呢 是凭他的判断 还是凭他的经验 还是凭他的实物 今天法官啊要通缉一个人 要证明这个人无法送答 他应该怎么样 他至少应该先送答 看看他是不是无法送答 对不对 不可以说 浅秋我觉得你家地址呢 看起来就不能送答 所以我就不送答 法律没有这样的判断哦 送答是一个行为哦 不是一个判断 法律要见 第二个 藏理 我在哪藏理啊 我每天都露脸了 我天天露脸 我怎么藏理啊 好 那刘成武的这个旅游当中 他说到了两件事情嘛 他说第一个 我提供的1450Pennsylvania Avenue Washington DC 他说这个是白宫 那我就是检察官 你没有知识 你要尝试 没有尝试 你要懂得Google 你去Google一天 看看白宫地址是哪里 白宫地址不是1450Pennsylvania Avenue 白宫地址跟这个差了100号 所以是在白宫地的旁边嘛 那你怎么知道白宫旁边我不能收信呢 你怎么知道我在白宫的旁边不能够搭帐篷呢 白宫旁边多的是帐篷啊 而且我跟蒋老官讲过啊 我在白宫旁边的草坪的第817号帐篷 我都告诉你我在哪个帐篷呢 你怎么不相信我呢 第二个你要证明我给你的不是事实 那你好歹先去弄一个无法投地的证明 请问你你投地了没有啊 没有嘛 那你怎么证明我收不到呢 对不对 就算我住在 就算我给你的地址是白宫好了 我退万不言好了 白宫鲁文斯基都可以在白宫里面收信了 为什么我不能 所以这个从旧法论法来讲 你是一个非常荒唐的事情 好 刘成武检察官呢 在他的这个书状当中指控我 他说到第二点 他说呢 我在节目当中说啊 你们来抓我呀 最好找这个警察来驳火最好 那你看哦 今天如果你听到一个嫌犯跟警察呛说 你们来驳火 表示什么 表示他没有要逃啊 没有要逃嘛 正面对决 我们在吃青蚌蛋里 所以才会叫你来驳火 对不对 好 如果你智商超过87 你会怎么做 一定是加强警力 去包围逮捕他 因为他说他在这里等你嘛 结果他说我有逃亡跟藏匿的事实 如果我说我在这里等你攻坚 我怎么会逃亡 怎么会藏匿呢 所以这个检察官 那个法官啊 基本上我觉得他们的逻辑也好 尝试也好 已经差到一个你知道 没有办法的地步 但是没关系 你的理由越荒谬越好 因为将来啊 我回头追溯你的时候 我的胜算会更大 洪一不好意思 我们得先进一下广告回来 因为待会回来 我还想讨论一件事情 另外一位民意党的台北市医院王世坚 他也公开的说 对于你的这个个人呢 他是非常尊敬的 那碰到这样的事情呢 他认为检方 地方法院通缉的做法 是轻痛愁快 你怎么看 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新闻不够呛 政府 命运吗 万物轮回 时光流转 你能 Chu Chen 抖累我们 现在的朋友都在帮彭P加油哦 谢谢 不要把 真的不要把钱抖累到白宫啊 白宫我就很有钱了 Hugo 亲者自信 品哲 言语 庆迪 米兹 谢谢大家 还有放心 彭P现在应该听不到我声音了 听得到 我听得到 哦这样 好 所以看起来都还很好吧 那待会儿会可以谈申请美国政治庇护的事吗 好啊 谈什么都可以 好吧 那我来跟线上的朋友聊聊好了 因为红P没有办法听到 他的声音现在广告时间 大家听不到 我一直觉得他应该去参加今天早报头条的民主峰会 那应该的应该的 美国要选台湾参加的民主峰会 不是应该旁选政委的层级也未免这个不太符合国家规格 红P就能代表台湾的民主价值跟精神 再回来问问他 中广新闻网 newsradio 千秋万事进覆笑谈中 气质王小姐 浅秋跟你一起轻松聊新闻 欢迎回来一种新闻网千秋万事 我是浅秋 今天美国连线 我们行踪正在大家可以掌握的彭文正教授 刚刚聊到 王世坚 除了游英龙老师 他公开的说 他认为您可以回来选桃源市长 而且一定会当选 王世坚也说 他对于你是挺佩服的 但现在搞成这样 把你给通气了 他反而觉得不解 奇怪 怎么会变成这样 他是说 轻痛仇快 轻痛是指他对民进党这样的做法 对他们是不利的 然后今天还有一个消息 就是美国邀请台湾 要参加民主峰会 就是把他美国认为的 这个拜登认为的 这个好朋友们 代表民主精神的国家 当然不包括新加坡 他没有邀请新加坡 也没有邀请中国跟俄国 所以唐凤跟萧美琴 下个月要代表出席 那唐凤代表出席的部分 中时就有一篇报道说 一个学者觉得你政委去参加 这样国家级的会议 成绩也太低了吧 但我怎么想 我都觉得应该请彭P 顺道在美国参加好了 这能代表美国精神 你要不要回应一下 我是这样看 民主峰会的意思就是说 美国认为友邦当中 有哪些国家的民主不及格 要来补课了 所以才要参加民主峰会 我怎么会参加呢 我们直接去瑞典斯德格尔摩林 诺贝尔和平奖 这才对吧 所以找萧美琴跟找唐凤是对的 就是来补课 来上一上课 就是美国认为 我们这友邦当中 你们这些人应该来上课 那新加坡呢 美国人可能觉得 你们有你们自己的一套模式 那中国呢 美国人可能觉得说 你跟我不是盟邦 我也懒得理你 所以他应该是把盟邦 友邦当中 民主不及格的那些人 特别是破坏民主 有以为胜的这些人找来上课 大概是这样的意思 就我的理解是这样 如果各位觉得有点存疑的话 改天我碰到拜登的时候 我再问他一次好了 因为他邀请了110个国家了 只是说他有特定的一些 某些国家就没有邀请 而台湾是首度像这样的 当然这是拜登竞选的政见 那么也被邀请了 所以在民党政府 就是一个很好的大内宣 只是我个人觉得 如果台湾的民主价值 要拿来作为外宣的时候 那就要呈现真实的样貌 而不是只是一个 他们筛选过的样子 比方说王世坚会说 轻痛愁快 他是民营党员 民营党的民意代表 那你怎么看呢 我觉得今天 我的好朋友 他只说对了一半 我觉得民营党 现在做这件事情 是轻痛愁痛 基本上 从头到尾 这是一个非常负面的事败 对我来讲是小事了 因为就像贺老师说的 哎呀 彭提不会有事了 蔡英文才会有事 我们现在是在记录历史 我们走过的是这一段 这只是一个 一条康庄大道前的 一个小小的隧道 很快的 我们会看到隧道的镜头 突然出现亮光 然后突然进到了一个室外桃源 马上忽然开了 所以呢 很简单 这件事情 你不要说是民主崩会了 你全世界的元首联手签名 为蔡英文背书也没有用 因为没有就是没有 而且这个没有呢 是历史性的没有 跟现在跟过去 没有关系 但是 是一个很长时间的没有 那时你没有办法 用任何变魔术一样 大卫魔术 找刘谦来也没有用 你现在找老谦来都没有用 反正就是没有用 所以您会考虑 所谓的上次在我们节目曾经聊到 是不是要跟美国申请政治庇护 这个行动吗 否则接下来是真的就回不了家了吗 好 我也谢谢很多前辈 给了我很多的建议 我都听进去了 有人告诉我说 你找美国是 吃贵的也有肚子 那我也没有一定认为 我现在此刻我还没有递件 我没有送 但是我在准备 你知道申请美国政治庇护 或各国政治庇护 挺麻烦的 差不多要写 差不多可以花那个时间 差不多可以写1.5个博士学位了 那要做很多的这个搜集 还有很多的 那我们要去讨论 我觉得我不是只有 我一旦做了 我不会只有在美国呀 我会在英国一定要申请嘛 那瑞典 当时我们本家彭米米 姓彭的比较喜欢跟瑞典申请 法国我们来测试一下 是不是自由平等博爱 我可以申请的国家真的还挺多的 而且一旦我准备完了以后 我就会一试数份去跟各国申请 只是有些国家要规定 我必须到那里 才能够申请政治庇护 那有其他的部分 那我不管成功不成功都无所谓 我要的是这个过程 我不是很在乎我要不要申请这个东西 因为我申请不申请政治庇护 跟我高兴不高兴回台湾 跟我要不要出庭 那是三马子事 过去我们的民主前辈 很多人在美国已经落脚了 他们都已经是美国公民了 台湾呢用黑名单不让他们回去 还通缉他们 他们已经是美国公民了 结果他们飞蛾扑火 他们说什么要闯关进台湾 对不对 被抓就被抓 要闯就闯 我的心情也是一样 我该回来就回来 我不想回来我就不想回来 1450击我 没有用 1450说我孬 我要告诉1450 对 我就是孬 我不但孬 而且我非常孬 如果你觉得我哪里不够孬 请你告诉我 我还可以更孬 那我现在孬没有关系 我只要孬孬的把证据都搜集完 把蔡同学一干人饭 送到台北看守所 到头来我会在大巨蛋办演唱会 这是我说过答应的事 我一定会做到 那个时候我们在风风光光的 把这段时间两年多的孬气 给他一股扫尽 好吧 所以汐指王小姐 你要不要 你要不要帮我卖票一下 你帮我先为做一下市场调查 你看我们听众朋友 多少人用嘉义来表达 对大巨蛋演唱会的支持 好吧 但我们来决定 要办一场还再办五场 好 彭P刚跟大家宣布 接下来如果他回国 然后因为这个诉讼 还有追查真相 真的把真相有一个水落石出 而真的他说把蔡英文 英文论文等人送进监狱 他说的 监察官 我说的 我说的 他就在大巨蛋白演唱会 有兴趣的人 会去买票的人 请嘉义 在我们直播室上 线上如果是广播的好朋友 欢迎加入YouTube上面 来给我们嘉义 线上已经嘉义加翻了 所以彭P对于这个前景 光明灿烂是不担心的 没有疑虑的 因为也有人在问 司法互助啊 像现在有个杀了人 砰砰两枪 把人家给杀了的 这个逃犯 真的逃犯 他逃到大陆下门了 那现在对于双方的司法互助 能不能进行 因为两岸沟通已经中断嘛 有没有办法做都不知道 所以就有人在问了 那美国有可能跟民党政府 做司法互助吗 那郭正亮当然一听就觉得 这个用诽谤罪 把人家通气 然后老美还要大动干戈 去司法互助把人送回 这之力太低为乎其为了啦 你的看法呢 我最近事情比较多啦 我过一阵子可能会去 美国的这个司法部投案啦 我会去投案啦 我跟他讲说 请你引渡啦 拜托一下 拜托一下 我们来测试一下 美国的民主嘛 那这当然是个笑话 因为我跟美国的朋友 还有我的老师辈的人说 我说我被通气了 他说什么 你发生什么事 我说因为我诽谤了元首 他们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你在开玩笑 Are you kidding 他说这怎么会是 怎么会是 criminal charge 因为在美国没有诽谤罪 没有刑事 没有刑事责任 没有完全没有 你高兴 尤其是没有人骂总统会有事吧 就没有没事 除非什么 除非你是比方民主党 也不会有事啦 民主党告共和党 或是你是大型的媒体 也许冲案以后会有一些尿气腰弯 但是这种东西都是民事赔偿 在美国没有诽谤罪的形式 所以当我跟别人讲的时候 别人还觉得我在开玩笑 那所以你可以知道大家的反应吗 所以我好好的 其实因为我这一趟是在写历史 而且我是在做社会改革跟司法改革 所以只要对写历史有帮助 对司法改革有帮助 所以我都会去做 所以我也许可以做测试一下 我跟世界上 我去查一下这个指标 这世界上号称民主的 排名前十名的国家 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法国 瑞典、丹麦 这些国家 我全部申请政治庇护 然后我来做这个参与观察 叫做Participant as Observer 我来写一个论文 我来看看每一个国家 回应我的时间、速度跟方式 然后我来做内容分析 然后我还可以发问卷 给这些国家 然后看看他们的回复 然后我来写一篇论文 这篇论文我跟你讲 保证叫做 因为没有一个通缉犯 不是,我也讲错了 我不是通缉犯 没有一个被通缉的 当事人 没有一个被通缉的 诺贝尔奖、科兵奖、德主 会去做 会去做 实地的这个学术研究 那这个对我来讲 就是我过去20年做的事情 我还蛮乐意做的 我现在什么都有 就是没有时间 我充满了信心 充满了斗志 充满了上帝满满的恩典 我就恨时间不够用 不然我真的想做实在争夺 好忙 忙什么 除了我们看到脸书上打卡的动态 你看我忙着跟拜登巧遇 然后忙着写书 忙着打官司 我光是台北、英国、美国 光是跟律师每天讲话的时间 大概超过 比我老婆跟我老婆讲话的时间多 大概100倍吧 然后我们要光出书这件事情 有很多的事情要细节要做 然后我要去跟这个世界各国的政要 组织还有媒体联系 我光到美国这一趟四个多月 我已经公开已经有八场演讲 然后接受媒体的访问超过了20次 当地的国际媒体 超过了10次 对 那我们的做法是我们先把中文媒体走一圈 接下来我要走英文媒体走一圈 然后如果英文媒体还不够 我们就bonjour一下 我们来把其他各国的都来走一圈 这是我目前为止 满满的行程 满满的计划 哇 我们线上很多 加一的非常多 然后有朋友说 他们连这个演唱会的歌单 都帮你拍好了 是啊 所以在此刻此时 大家都觉得你应该会感到担心焦虑 至少你的家人啊 的安危啦 那很多人都叫你不要回来 是为了这个安危啊 可是看起来是气定神贤 哦 我现在判断一个指标了 这个人是我的朋友呢 这个掏心挖肺 凉着插刀的好朋友呢 等一下 我先考一下 浅秋你要我回来 那还是不回来 建议一下 我认真认为 游英龙说你回来选 一定会赢这件事情 我支持耶 不是随便说说的 感觉你是要我回来 感觉你回来选什么东西 可是我又担心你真的被抓起来 不知道会怎么样啊 所以我自己陷入两难 优柔寡断 是 我这样判断 我的这个 两个插刀的朋友呢 还是 酒肉朋友 判断就是 酒肉朋友呢 多半叫我回去 两个插刀的朋友呢 多半叫我不要回去 所以由此可以判断你是属于哪一类 中间 可以酒肉 可以那个 对 可以喝酒吃肉 又可以两个插刀的 这种最好 这种最喜欢 不过我讲 说真的 你问我回答这个问题啊 我的答案是我当然要回去啊 台湾是我的家 我又没有做错事 我回去要把这些家伙给一网打尽 我不回去我是干嘛呢 对不对 问题是圣经浪叫我们要灵巧相舌啊 我什么时候回去 用什么身份回去 用什么方法回去 在什么场合中出现 这才是重点的 我当然会回去啊 回来公投吗 公投那里长做的事 那别来烦我 里长 里长就做完 小事 我讲这个公投 我一肚子气 这种事情啊 劳民伤财 这种事情立法委员 你们这些人在干什么啦 这种事情根本就是立法委员该做的事 那立法委员不做 我们就罢免立法委员就好啦 公投什么啦 对不对 不符合民意的把罢免掉就好啦 干嘛公投 浪费时间啦 我是说真的 这次的议题都是民生议题啊 这不牵涉到什么 国家定位啊 或者宪法层级啊 或者是非以全民直接投票的方式 就是不得已展现或者慎重歧视 那才要全民公投吗 公投不能滥用啊 这样弄下去以后啊 仁安路要不要装路灯都要公投啊 这是不对的 这对台湾来讲没有必要啊 也许在美国真的要不要装路灯都公投 但是那是因为美国是一个state state 而且一个county一个county投票 台湾不是台湾这是全国公投哎 这是浪费时间啦 那当然我对浪费钱嘛 但我觉得更吊诡的是 你去看看今天的执政党 你去调阅历史记录 今天执政党 今天跟大家说yes的事情 以前全部说no 今天说no的事情 以前全部说yes 可是你笑完 如果你还有一点气的话 可以回头再笑笑在野党 因为在野党也好不上哪里去 他们也是 金氏卓飞 卓氏金飞啊 所以这是一场闹剧 我认为台湾的乱源在总统府 公投不足以解决 台湾的乱源在凯达格兰大道的尽头 要想办法把这一个诈骗犯 刑事犯 把它绳之以法 这才是釜底抽薪去记啊 其他的东西都是一碟小菜 所以彭P刚刚说会回家 当然会回来 因为这是宝家 但是在关键的时候 对吗 这个关键的时候是 关键时刻 刘宝杰的节目中出现了 当然了 那个对你来讲地方还太小 那要不然呢 应该是在什么关键的时刻 在千秋万事啊 更小 但我们朋友都非常非常支持您啊 可是我相信你这个是一有所指啦 只在一个需要回来的时候 不管你的诉讼程序 我当然要回来啊 我当然要回来 凭什么不让我回来 这我的家啊 我这么奉公守法了三十年 不 我讲错 我这么奉公守法 做的每件事情 没有一件事情是见不得人的 我为什么不回来 这我的家啊 对不对 那些看不惯的1450 你们找地方躲啊 这怎么会是我呢 对吧 我现在做的事情 就是让未来三五年之内啊 这个 蔡英文 黄伟 邢泰昭 刘成武 姚念慈 林邦良 黄国中 我让你们这些人去藏地吧 现在很多朋友说 叫你不要回来 回来可能先被通缉抓起来 然后就被堵死了 不知道 这很多人替你担心讲 但其实我在想啊 您是只要一出境 不管你刚刚讲说 要去欧洲哪些国家 英国哪里 一出境 可能就牵涉到 这个出境被通缉的问题 这个才是 会变成你比较大的 人生自由行动的一个困难 所以什么时候回来 当然也是一个关键 我们得进广告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哦 新闻不够呛 政府不像样 我猜 张姐都是零钱 可可就可以做的小额投资 为什么跪着听广播 有人跪着在听彭P的广播 他帮彭P加油 谢谢你天生反骨 在美国 美金应该是在美国的朋友哦 然后还有一位 其实我相信 哦对啊 彭P的节目没问题吗 看起来 检方会想要断你的经缘吧 对不起节目上可以讲吗 节目会不会被影响啊 这恐怕也是一个蛮大的问号 加一好多 加到我已经来不及回不回去了 谢谢大家的支持 其他意见也都很清楚了 现在如果办这个演唱会的话 会是非常非常的热闹 还有 萱 萱 对不起 萱 贵 威 酷 郭 不知道是郭小姐 郭先生 建议彭老师 欢迎回来这一段新闻 千秋万事兼浅秋 要施行连线的是 在美国的彭P 线上有位朋友 董念我们他说 建议彭老师 能够2023年11月25号 之后再回国 可以当政府官员帮忙 这个因为 2024选前回来 这个好像 那天是他生日吗 帮他庆祝生日 我不知道他建议你 要这个时候回来 不知道您觉得啦 不过 现在你的节目 什么各方面 还好吗 都还 没问题啊 正常播出啊 只是可能被限流了 不过没有关系啊 我说过啊 我这节目啊 如果只剩我一个人的话 我也照播呀 而且我会对着镜子 就变两个人了 所以我绝不怕 你限就限吧 我在写历史啊 我写历史还怕没人看吗 你今天不给我播 我过个三个月后 我出版成册 过三个月后 我出专辑 反正你拦不住我了 对 所以 这没办法 你今天大剧弹不给我播 对不对 你不让我回去 我改天在纽约广场 时代广场开演唱会啊 反正啊 反正啊 我要做的 是啊 虽千万人无往已 我想这个蔡同学应该知道 蔡同学在两年多前 她以后告了我以后 我就会归缩呀 我就变成小闹闹 中间还找人来跟我劝祥 看要不要这个私下妥协啊 协调一下 交换点条件 被我言辞拒绝 所以她知道 这个踢到铁板 那我答应的是 我说过的事情 我做得到的 我一定做 我唯一做不到 是我答应 大家说 我要去申请金氏记录 就后来 我研究了所有的细节之后 我发现金氏记录 不能够 您又被民主了 刚刚那个话有点恐怖 是 对 然后我突然听到枪响 我真的薄火了 别闹了 还是平安最重要是 金氏记录不能做坏事 不能说我杀最多人 我去申请真实事 不能啊 所以蔡同学这种骗人的事 没有办法申请金氏记录 所以我失言 我当时是要申请 但是没办法 因为金氏记录不鼓励 不过是犯罪跟负面的事情 那其他的事情 我说的到我一定做到 最近很多人在关心说 我说年底蔡同学应该会下台 问我年纪快到了 您别担心 你别担心 很多事情都是一戏之间的 第二天早上醒来突然看到什么 第二天醒来突然发生什么 我不敢告诉各位是哪一天 或者是怎么样 但是我们持续努力 我们一样 我们继续往年底之前 让蔡同学行舟上高滩的这个目标迈进 年底现在已经10月25 年底快到了 11月25 11月25 对啊 年底快到了 你说圣诞节会发生什么 神机吗 信息大一点 对 我跟你讲 今天晚上你都还相信 这个耶稣 他这个行神机的时候 没有一件事情是何逻辑的 对吧 何逻辑那就不要 相信他了 哦 所以听起来好多可能发生什么事情吗 会跟你之前提出来英国法院重新要审理有关系吗 每件事情都在进行啊 那个我要跟宇宙政经学院同学报告 我们在美国也好 在英国的同学绝没有在睡觉 而且我被打压的越严重 他们越有动力 所以现在呢 全球在把蔡同学 的这个拜行劣迹摊在阳光下 把他送上高滩的人哦 至少50个 在各个地方同时动起来的人至少50个 光在英国的法庭啊 现在就是一个在打击 两个在打击休息去练习 那牛棚里面好几个 所以别急 美国部分我们也在寻求突破 那目前正在进行当中 所以开什么民主峰会 拜登就算来台湾也好 拜登提名蔡英文诺贝尔奖也好 什么蔡西辉那都没有用 这只会让他呢 将来丢脸丢的更大 所以蔡同学跟犯罪集团党羽们 千万别低估了 宇宙政经学院同学们的锐智 毅力跟勇气 因为 忍者不拒 智者不惑 勇者不拒 再重述一次 刚刚彭P说 彭P说在今年年底以前 蔡英文会下台 那当然前面他也讲了 一周会有一道菜 先让我们朋友 donate我们RT上说 跟老师说 彭老师平安 报道 以马内力 他是宇宙政经学院的学生 那么也有虎金 叫大家12、18号四个公投 都同意台湾更美丽 所以意思是说 可以预告 接下来会有一些 你所谓的一周一道菜 或者甚至有更进一步事情会发生 然后你所说的 年底之前蔡英文会下台 这样吗 一周一道菜 下星期二吧 应该会上菜 如果星期二不上菜 那就星期三 星期三不上菜 那就星期四 反正一周就那几天 那我们就一周一道菜 那么这道菜 买汉全席都上完了以后 清蒸还是红烧 就要送客 送客就 那我们就看了 有些客就要直接送到台北看守所 所以我们手上 这个犯罪集团的人 包括这些司法官 这个王法裁判的这些人 我们一定会 我们一定会 一个个追究到底 这些人不要觉得他今天 有这个蔡同学靠 不可一世 你仔细去看看 过去 总统府周边的人 先别讲这个判刑的 大家都知道 有人替这个长官顶下罪来被判刑的 那还有人呢 其实我觉得更是不值得的 你知道像马永诚 林德逊这些人 他们是被限制出境到现在已经20年了 孩子成长过程 他是没有办法陪孩子去迪士尼乐园的 因为爸爸出不了进来 那你想想看 他们当时是怎么样的呼风唤雨 怎么样的权倾一时 怎么样的灌溉云集 而当他的这个老板下台的时候 是如何的人钱冷落车马锡 美国电力公司是怎么了 我忘了缴电费吗 为什么会定时关掉 是我忘了缴电费吗 是因为我现在这个前景凄凉吗 大家要不要抖那一波 让我交个电费呢 这倒是挺辛苦 挺替你担心 他们会断你金元 但我金元 你忘了吗 我会做葱油铭啊 我会交微积分啊 对不对 可以的啦 再来我年轻力壮嘛 Uber可以吧 在那边UberEat可以吧 对不对 现在在美国工作是可以的吗 申请政治庇护就可以了 对不对 要不然就打黑工嘛 听起来好凄凉啊 不会 但是在我们看起来 唐人节洗碗可以吧 我相信很多侨胞给你很多知识 但我看到很多侨胞的言论里面 最担心的就是像黄芳燕事件 对是 大家最担心这个 要注意你自己人身安全 对吗 这个 不太会有这个问题啦 因为我 出门都是全家出门嘛 所以 更要小心啊 对 小孩都开始练跆拳道啊 练飞镖啊 双截棍啊 反正我们 对 那所以他现在93岁的老妈妈还是不知道这个事情吗 你知道我根本不敢打电话给他 我真的不敢打电话给他 因为我不知道 我不说搞不好他不知道 我一开口他问我 这个麻烦啊 所以 这确实是一个 对 是一个难处啦 如果 忠孝不能两全吧 我觉得 有一天 我们都会见面 都会在天上相见 他会知道 他的儿子做的事情是 对的 这个比较重要 最后几分钟的结论 你要跟台湾的观众朋友说什么 还是你要跟刘成文检查 刘成文检查官说什么吗 不要跟那个 什么六成五 六成五 六成五等于87 我没时间浪费 我的时间 跟这些人讲话 好 那重要的是我要跟全台湾 不管你是不是宇宙真经学院的同学 或者你是不是千秋万世的粉丝 我认为啊 我们现在看到这些纷纷扰扰都会过去 有一件事情很重要的会长存 在圣经上说是有信 有望 有爱 这件事情会长存 那每一个人呢 不管你是什么角色 是什么地位 在得时不得时 在什么处境 你的良心 在午夜梦回会跟你对话的 所以身体上说 你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得自由 不管是犯罪集团也好 是我们也好 我们无日三省无身 我们总得面对自己的良心吧 那当然虽然有人会说 开玩笑说这些人没有良心 但是每个人都有良心 圣经上说的 圣经上说 你必晓得真理 真理必教你得自由 如果有人真的要漠视真理 那他就得不到自由 得不到自由 他就会辗转难眠 他就会精神涣散 他就会遭到良心的谴责 所以我还是要那句话 请大家要记得 我们所做的一切 要顾念 看不见的 看不见是永恒的 看得见是短暂的 的确是圣经上的真理了 相信有信仰的人 就会觉得平安 那么看起来彭P就是这样 刚刚董内我们朋友 他有特别解释 为什么是2013年的 11月28日 是因为他认为 到时候就会政党轮替了 那您就可以回国了 你看起来 可是彭P没有那么悲观 他觉得是年底 就会有变化 是这样 你确定朱立伦会 把我抓起来了 不是他讲的是 国民党赢回来 我比较不确定 是不是国民党 真的会赢回来 没有了不好意思 你怎么看 年底呢 剩下公投的时间 你真的不回来了 不投票 不回来投票了 觉得是小事 那台湾接下来 还是有很多 民主的程序要进行 总不能让他们 为所欲为吧 刚才浅秋你转身的时候 我看到你有一个 很棒的牌子 那个牌子要把它 放到前面来 什么 就是你收到 那个Google的 十万人 十万人订阅 十万人对你来讲 非常少了 赞啊 很棒 你知道我第一次 领到十万人 是什么时候吗 两年前的感恩节当天 11月的第四个星期四 是 那一天对我格外有意义 因为我的节目 5月1号开播 4月22号被断了 我真的是忘了缴电费 半年的时候 我就收到从美国的 这个YouTube的CEO 写了一封信 跟这个奖牌 这对我来讲 蜜珠珍贵 再过一天 就是感恩节 在这边祝 所有的观众朋友们 感恩节快乐 再一天就感恩节 其实在台湾会 真的忘记这样的日子 谢谢 谢谢彭P提醒大家 总之呢 我们所有在台湾 关心彭P的好朋友们 那么或者是 简方 冤方 现在正在 侧路的朋友们 刚刚听到了 彭P他的说法 他说他会回国 而且他是他的家 为什么不回来 他会对于司法程序 有所他自己的坚持跟尊重 所以我们且拭目以待 至于政坛 很多人期待他 不管是要参选 或其他 虽然我也觉得 回来他一定会赢 但不过彭P看起来 还算兴趣缺缺了 还有其他认为 更重要的事情要做 好 我们今天谢谢彭P 跟我们一起连线 祝福你在美国 一切平安顺利 谢谢大家 拜拜咯 拜拜 我们下回见